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然后这一视频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仪器一颗美的这个点阵嫩敷衣 然后相信关注我比较久了粉丝朋友的话 就应该能知道 我之前关于这个仪器 我是已经出过差不多三个视频 那样来讲这个仪器的 这款仪器的功能就是能减少你的细纹 然后呢能让你的轻微的痘坑得到缓解 然后还能改善你的痘印色尘 然后肤色不均还有色斑这些问题 关于我之前讲这个仪器的前三期视频的 AV号会放在这里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最近也收到很多私信来问我 关于这个仪器后续使用的感受 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今天想整理出一个视频 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仪器 然后这一视频到这里就开始了 其实我使用这款仪器的时间非常非常久了 但我中途有停用过 有一些粉丝应该知道 我是前段时间有在皮肤管理医院什么的 有做皮肤治疗 所以我还是有一些刷刷的疗程还没有做完的 然后因为使用这个仪器 我咨询了客服 它说在刷刷的前后半个月 是要停掉这个仪器的 所以我中间有挺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再坚持使用这个仪器 因为我刷刷了 所以就不能一直再用 然后关于这个仪器 你们有不懂的地方 你们就多看看说明书 或者去问客服会比较好 像我的话 我就不确定刷刷期间能不能使用 所以我去问了客服 然后你们有不懂的地方 也是要多去问一下 或多看一下说明书会比较好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耐痛的人 但是我看过很多很多艺科美的功课 都说痛感会很明显 导致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忐忑 我就不敢这样打下去 然后呢后面使用之后 发现痛感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我一直到现在使用的都是一档 然后还没有升级到二档三档 因为我有点怕我接受不了 然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一档的疼痛度 就痛感其实还没有真轻明显 就你作为真轻的姐妹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那种疼痛的感觉 然后它的痛感是比真轻要轻微的 所以你不用害怕说痛到无法接受 其实它的痛感是在 我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而且我这个人痛感还是挺明显的 所以对痛感不太明显的话 就可能觉得这款仪器 轻轻松松可以高档次一点 但是因为我痛感比较明显 所以我目前还是挺用在一档的 没有再往上调 那我决定的话是用长一段时间 用多一段时间 完全适应了之后 再去试着说把档数调高 关于这款仪器使用下来的话 我是真的明显有感觉到我整个肤色是有均匀的 没有说说像什么 哇超级白 但是有肤色均匀 就那种色成什么得到的改善 毛孔也是细腻的 痘印也是有淡化的 它在我停用期间也没有反弹 就没有说我的痘印在停用之后 它会反黑或者什么什么 都没有出现 这些是我心长痘痘 因为前段时间 要看我动态应该知道我去走秀了 就也不算走秀吧 就是我们表演课的一个节课作业 当天就是熬夜 然后做完秀就去吃烧烤 吃完之后回来也没有特别真真卸妆 又太累了 卸完妆没有护肤 然后第二天起来又去吃了什么舒芙蕾啊 什么什么 不吃了泡芙啊 然后马上就长出了几颗豆 然后我们重点不是这几颗豆啊 你们可以看 就知道我 就关注我视频久了 就知道毛孔真的很大 超级无敌大 是真的可以塞芝麻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是比我前期 没有使用之前的毛孔 是有缩小的 然后但是呢 我要讲的是关于细纹这一方面 因为我暂时 暂时年纪还比较小 所以还没有感受到 在细纹这一方面 比较明显的感受 然后所以这方面就不给大家讲了 我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它的缩毛孔 然后还有驱斗印的效果 还有均匀肤色的效果 在我这里是肉眼可见的 因为这个仪器可以刺激 促进你的胶原蛋白的重组和再生 所以它对你的整体的均匀肤色 色尘啊 痘印啊 毛孔什么的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然后我发现有很多人 在不正确使用这仪器 其实不正确使用方法 会让你使用出来 效果大打折扣 然后我们在使用仪器之前 一定要清理干净我们的皮肤 它不像有些皮肤一样 是你要涂抹一些介质凝胶什么的 才能产生作用什么 这一款是你要在皮肤完全干净干燥情况下 才可以使用的 然后使用仪器之前呢 我会拿酒精棉片来进行仪器的清洁 尤其在这个口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你使用下去的话 你使用完之后 你的皮肤的油脂 还有一些灰尘 就会堆积在里面 如果你不按时清洁的话 就会很脏 然后就会重新到你的脸上去 所以我会定时来清洁它 我在使用仪器的前后 都用酒精棉片来擦拭整个肌体 然后呢 我们在使用仪器之前 也不要进行护肤 也不要敷面膜什么的 你所有的护肤步骤 都是在你使用完仪器之后再做的 然后呢 你在使用仪器之前 就不要去做这些护肤步骤了 然后呢 你要保持在一个 比较干爽干净的情况下 来做这个仪器 我使用这款仪器 都是安排在夜间的 我建议大家白天不要用 晚上用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我一般安排在洗完澡之后 因为洗澡的时候 有那个水蒸气就很热 然后就会让我的脸 嗯 就是怎么说毛孔张大吧什么的 所以呢 我喜欢在洗完澡之后 再来使用这个仪器 然后我现在是已经洗完澡 洗完脸状态 是刚想要澡 所以给大家录这期视频 我清洁步骤是 我是会用 氨基酸底的这种 比较温和的洁面产品 来进行洁面 洁面完之后呢 我会用那种 一次性的洁面筋 或者化妆棉片 来用按压的方式 将脸上的水珠擦掉 然后保持在一个 比较干净干爽的状态下 然后再来使用 然后我们使用完仪器之后呢 也要用酒精棉片 再来擦拭多一遍 擦拭完之后呢 我们要装回保护套里面 然后装好 避免它有灰尘的堆积 因为这个仪器 有一点痛感 所以我们在使用 仪器的途中 我们不能因为怕痛 所以就是不贴合皮肤 在扫 或者说快速的扫描 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 这样子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正确使用方法是 先开机 然后选择一个 你需要的档 我选的是一档 然后呢我们选择部位 这个是额头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需要匀速的 缓慢的 然后呢每一个区域都要打到 然后这样子来进行打脸 我们需要完全贴合皮肤 匀速按照一秒 一厘米的速度来进行扫描 然后呢我们扫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皮肤是会 即使用比较明显的泛红 这也是我建议大家 在晚上做的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呢 当然这个泛红会很快退去 大概十几分钟 或半个小时左右 就能完全退干净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说 因为我这里霉尖的毛孔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 反复的重点强调扫描 这个位置 我们是需要 每个部位都能扫到的 不能一直在一个区域 重复的扫描 如果你在一个区域 重复扫描的话 就会能量过高 所以我们要避免能量过高 所以我们需要元素的每个区域 都能扫到 然后你时间到的话 是有声音提醒你换区的 然后声音一响之后 你就可以按按钮来调整我们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用完之后 整个区域都比较红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减退了 然后呢我们使用这个仪器的时候 也不要操作过急 不要一上来就把整个档位调的特别特别的高 不要说你第一次使用 你就直接上来三档或什么的 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忍耐疼 不能说因为你的忍痛能力比较强 所以就直接一下子高档位 就不能操之过急 然后我们要给皮肤建立耐受 等到你觉得慢慢可以之后 再慢慢的把档位调高就好了 不需要说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三档 然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 或者不耐受的话 使用了高档位之后就可能会出现结痂这种状况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停用 然后联系客服 让客服给你出一个建议 因为客服了解这个仪器 了解它的使用方法什么 都是比我们顾客来的了解的多的 所以你一旦出现有什么不太懂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马上联系客服 然后让客服给你建议 我们在扫描的时候 这光头一定要贴合皮肤 切记不要扫到眼睛 不要让光照射到眼睛 可能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 然后这仪器它是有分区域 分档次的 所以呢大家要看着它的区域来 按照每一个区域来进行 这个打脸 然后我现在已经使用完仪器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皮肤 尽管是清洁过后 仪器上面还是会积层 你皮肤的油脂啊什么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用酒精棉片来进行清洁 然后使用完之后 皮肤会比较泛红不耐受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补水镇定 我们的皮肤 然后让泛红尽快的消退下来 然后你可以用一颗美的水凝胶 也可以用其他的面膜 像我的步骤的话 我一般会全脸拍两遍 敷水之后使用面膜 面膜如果我在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一美面膜 皮肤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会针对自己想要改善的皮肤问题 来选择功效型的面膜 来进行改善 水的用量一定不能省 像我最近皮肤长了几颗豆 我比较在意的就是我豆豆问题 严重问题 所以我总体用的后续的护肤品 也是针对消炎为主的 然后镇定我豆豆为主的 因为过几天要去追星 所以我要尽快把我豆豆给镇压下去 拍一遍水之后 我们来拍第二遍 拍完两遍水之后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敷面膜 我也不会说每次使用完之后 就要敷面膜 我有时候就是进行 平时的基础护肤就结束了 但是会比平时做的更加保湿一点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然后我来总结一下 虽然是功效型的美容仪 但是你不按正确方法使用 然后不科学的使用 不坚持使用的话 也不能达到说 让你的皮肤变得特别好的效果 然后大家也不要把美容仪 磨换化 就不要觉得说 我用了这种功效型的美容仪 一下子皮肤就能变得特别好 就能从月球变成水煮蛋什么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帮助你能更快的 更有效达到你想要的皮肤状态 不能说你只要一使用 你就能把它让皮肤变得特别好 你还是后续的护肤非常的重要 和你坚持使用 还有科学使用 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做到忌口啊 早睡不熬夜 然后多运动多喝水 然后坚持使用 科学使用美容仪 然后能认真的护肤的话 你也没办法说 能达到一个好的皮肤 你不可能说只用美容仪你不护肤 然后天天熬夜抽烟喝酒 什么你就能达到一个好的皮肤状态 这不可能的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要大家搭配的来 美容仪只能说是一个 能帮助你皮肤变好的一个仪器 但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东西 所以大家使用美容仪的话 一定要坚持使用 所以大家使用美容仪的话 一定要坚持使用 护肤这方面的话 都是需要耐心的 都要持之以恒 然后我品牌方谈了 双十二的优惠价 就是团购价 然后这个仪器原价是3088 然后开给我弹了的团购价是2688 除此之外 品牌方还给我们附赠了赠品 它附赠了一颗美的二代水凝胶面膜 然后还附赠了精华液 还有附赠一颗美的口红套装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就是比你平时买要划算很多 因为除了他们双十二的优惠券以外 叠加了我一个一百块钱的团购券 然后所以你们就可以用很优惠的价格 来买到这个仪器 然后之前一直因为价格比较贵 然后不好下手 然后就有点纠结 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买是非常划算的 另外前两百名下单的海送 科研式的精盏花爽肤水 然后是250毫升的 真的非常的划算 就有非常非常的多的赠品 还有优惠价团购价 真的买啊 这个仪器还可以分期付款 可以六期免息 而且它给你们寄的快递 也是顺丰包邮 就想要尽快的 然后最快的速度 将这个仪器送到你们手上 让你们来体验这个仪器的神奇功效 然后跟我一起来打卡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坚持来使用仪器 然后这期视频还给大家谈了粉丝福利 除了团购价以外 还有单独我们视频的粉丝福利 我会在评论区里面的粉丝 抽取一位 送出一颗美二代的水凝胶面膜 然后如果是通过我的优惠券 就是你跟的优惠券 然后呢晒单 然后发给我 在私信里面 我会抽出一位 送88块钱的回血红包 然后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期视频 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大家可以